朝鲜战争结束后,蒋介石仰天长叹,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仁凤等军事将领说,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。 盟国说我蒋介石不行,可是他们又怎样呢?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。 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,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。 十六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,竟然被毛泽东打得如此狼狈,耻辱啊。 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啊,更是一名奇才,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,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几个小岛上了。 盟国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,毛泽东打仗是艺术,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。 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拔度,是高超的艺术。 他接着又说,我们要研究毛泽东,要学习毛泽东。 这就是与毛泽东斗争了几十年的蒋介石,对毛泽东的最后评价。 蒋介石说过,毛先生才是伟人,我干了一辈子坏事,愧对国人,愧对毛先生。 蒋介石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 他最后说,没有毛先生,中华就四分五裂了。 我死后,请把我灵鹫朝北京摆放,我要向毛泽东请罪。 毛泽东生前有很多的对手或者敌人,但是他没有一个私敌。 人们对毛泽东的深情怀念,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,证明无论他的思想、功德、人格、才智、学识还是著作理论,或对世界、中国、后人的影响,谁都无法与之相比。 堪称生前辉万里,身后要千古。 读到蒋介石对毛的评价时不禁落泪,毛公之伟大如太阳温暖人心,毛公之宽厚如大海容纳万物。 毛泽东可以把蒋家祖坟保护起来,这不是一般人的胸怀。 试问今日,天下有几人能敌? 胸怀坦荡,大公无私,心念苍生,思虑中华,深谋远虑,造福子孙。 毛泽东深深地爱着这片贫瘠的土地,毛泽东深情地爱着中华儿女,毛泽东深切地关切着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。 这样的大爱,才是人类的真爱,与小思小我小家小爱相比。 毛泽东的爱,是刻骨铭心的爱,毛泽东的情是天长地久的情, 毛泽东的心是感化人性的永恒心。 没有毛泽东,世界不精彩。 没有毛泽东,人类失光辉。 没有毛主席,就没有新中国。 有良心的中国人请转发吧。 我们要永远继承毛泽东的遗志, 把他老人家的思想发扬光大, 照耀中国以及全世界。